哈囉同學,歡迎收看ASEP凱顏數學 時鐘問題 反正就三種狀況 第一個是重合 那第二個叫做乘一直線 那第三個就叫做乘直角 那我會在38題的這兩個題型裡面 這三個都會講得到 OK,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小題 一點到兩點之間 那我就會畫個時鐘 然後我先寫一點整的時候 OK,那何時分針和時針會乘一直線 好,這個一直線老師指的是乘180度 不是重合喔,不要搞錯 何時會乘一直線 那一樣,我們再說一點的時候 的假設啦,對不起 假設是直接先寫 我說假設乘一直線的時候 我們假設乘一直線時 這時候我的時針走幾格 一樣,時針 它走了 x小格 好,老師其實一個字一個字寫給你看 目的就是在幫助你 慢慢把它吸收起來 分針呢,是走幾小格 y小格 好,再變 假設乘一直線的時候呢 十針是走了x小格 而分針是走了y小格 再來 兩個方程式的劣勢 我說第一個永遠不變 y永遠是x的幾倍呢 12倍嘛,對不對 所以 y就等於 12倍的 x 那第二個呢 你看喔 什麼叫做乘一直線 乘一直線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分針啊 除了要追這個五格以外 還要在 你看 所謂的乘一直線 等一下我的 好,老師用這個例子 用這個 這個這個顏色 等一下呢 我的十針可能是往前一點點了 往前一點點 但是我的分針 是往後了 所以他除了追那五格以外 他還要再追半圈 半圈是幾格 是30格 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乘一直線的時候 是 除了要追這五格之後呢 還要追 還要贏過他30格 也就是我的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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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之35乘以我的12倍 所以乘起来叫做11分之420 那再把它整理一下就叫做 3 ok 33 33是90 所以是38 38又11分之2分 ok吗 所以y总共走了38又11分之2小格 所以什么时候会成一直线呢 它在1点在1点38又11分之2分的时候 它们就会成一直线 好所以呃成直线的提醒 我们ok了之后来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的题目我说在4点到5点之间 那分针跟时针在4点几分的时候会成直角 好成直角这个东西请你小心 可能会有两个答案 好会有两个答案 为什么我们这里来讲一下 因为刚刚前面都已经讲好了 讲得很完整了 所以我们的假设的时候 我这边就简略的写一下了 这时候就说在成直角的时候 这时候分针是走了 x小格 这里的写法都一样 那我的分针 时针走x小格 分针呢是走y小格 好所以第一个一模一样叫做y等于 因为y走的永远是x的12倍 所以y等于12x 再来 你看哦 乘直角 直角是不是叫做乘15格的意思 乘15小格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里彼此 彼此是什么 这两个现在是差了20小格 所以 所以 y只要比x多走几小格就好了 这里是20小格哦 所以 y只要比x多走五小格 就会成直角了 所以第二个的列式就叫做 y减x等于几 5 这个就是第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一下 所以 这个东西放进来就叫做 11个x等于5 所以x等于11分之5 好重点在y y就等于11分之6 10 也叫做5又11分之5 所以 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是在4点 它是在4点5又11分之5分的时候 就会成直角了 OK 这是第一个部分 再来 我讲过了 成直角有可能会有两种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它除了追完它这20格之后呢 它又领先它 又领先它 几个 是不是15格 对不对 再一遍 我说长针 这个分针除了赢过它20格 追了20格之后呢 它跑到了前面 好 它跑到了前面 跑到了前面 而且赢过它 再赢过15小格 当然它在走的当中了 我们的时针也会变 我们的时针也会变 所以以追20再追15 也就是要追35 所以第二个列式是这样子 y等于12x 那这时候的y减x就等于35 其实不难发现了 当你写了两三体之后 你会发现一次就是追5 那下次的成直角就是要追35 加个30而已 再来往下 丢进来会叫做11个x等于35 有没有发现都一样了 所以x就等于11分之35 那y呢 11分之35乘以12 所以乘起来会叫做 好像又叫做420 对不对 所以11分之420 所以也叫做38 又11分之2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38又11分之2 好 所以答第二个其实是在4点 38又11分之2分的时候 好 抱歉这里比较急哦 所以4点38又11分之2分 还有一个叫做4点5又11分之5分 这两个 这两个状况分别都是成直角的时候 所以这一体有两个答案 不要忘记了